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人们都会看到多起游泳导致溺水身亡的报道 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水中游泳 各种凶险暗藏杀机 据中国户外安全事故调研报告中显示 在我国每年由于溺水导致的遇难率高达总户外事故的43% 2015年5月23日 河北省邯郸市大明县发生一起五名少年溺水事件 五名溺水少年均为六年级的学生 2015年4月5日下午 在汕头市朝阳区金造镇一个小型水库 发生了一起意外溺亡事故 事故造成七名游泳者死亡 在这七名死者中 最小的孩子近13岁 大人们走 你去走 好 大小的大 大小的大 拉 再往上 好 你再空挡 一 二 三 走 我们发现游泳溺水者大多是出现在水库 海边 湖边 这些天然的场所 在这些场所中 究竟暗藏着哪些危险 溺水者出现溺水身亡的原因又是因为什么 如果溺水者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又该怎么办 为了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 王南和沐超决定去观察一下户外湖泊的特点 准备从中找到答案 他们来到了北京市石刹海 这里是北京市的著名旅游景点 通过观察 他们是否能发现问题呢 这还不是游泳的水域 你看这水草 对 水下还有淤泥 对 这都是危险的 潜藏危险的地方 仅在岸边的观察 远远不够 王南和沐超决定潜入水下去亲身探究一番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穿上了专业的潜水装备 并且找到了北京市蓝天救援队的人员 为我们的这次活动保驾护航 为了能够清楚地观察到水下的情况 两位验证者特意带上了能够水下拍摄的摄影机 在安静平和的水域下面 究竟暗藏着哪些危险呢 水上的世界一片寂静 但是水下的世界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没走几步 搅起了泥沙就让王南的四周一片浑浊 尽管水下光线昏暗 但是仍然可以看到 一蹴一蹴的水草茂密地生长着 这些水草看起来十分柔弱 随水飘来荡去 它们真能置人于死地吗 水下的调查活动完成了 王南觉得水草是野外游泳过程中 置人于死地的关键因素 所以王南和木超从水下采集了大量的水草 准备进行下一步的实验 看似柔软的水草 究竟在溺水事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王南和木超准备在实验工厂里进行探究 真不要烧 干嘛呢你俩 这什么呀 午饭呢 你摸一摸 这些都是咱们野外海面的水草 水草 这都是水草 这个叫大树草 先看看这个 这个金鱼草 金鱼草比较常见的这种水草 而且你看它基本上都非常长 是到长倒是挺长的 但是我怎么没有觉得像你们说的 那么 颜色挺鲜艳的吧 是啊挺漂亮的 有朦胧感 咱们 这怎么也没觉得像你们说的有那么危险啊 你看 我这 轻轻一揪就断了 感觉很脆弱 水草十分脆弱 很容易弄断 说它能够置人于死地 的确很难令人相信 溺水事件的发生 究竟和水草有没有关联呢 只有让水草回到水中 才能恢复它们的真实面目 王南和木超决定制作一个长约1.6米的玻璃缸 在玻璃缸中装上足够量的水 来模拟小型的水体环境 咱们叫小马吧 小马 小马 这么沉啊 我接你一个 模拟真实的水体环境已经完成 验证者们把采集回来的水草放进模拟的水体中 来观察在水中水草的状态 在时水底下看到的一样的状态 查的太多 有话啊同志们 你这有没根 就像木超刚说的 我这手进去没根 你看 它都拎起来了 通过观察 马小叔发现 尽管水草被放在了水中 但是由于水草的根无法固定 不能完全体现水草在水中生长的状态 对于马小叔的疑问 木超决定用模拟水草 来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用塑料绳来模拟水草 铁丝网来固定住塑料绳的一头 当作是水草的根部 按照王楠在水下看到的水草的状态 可以制作出类似真实水草密度的模拟水草 他们准备通过一个模拟实验 来看看水草真的会对游泳者产生危险吧 下水 起 这我觉得养鱼比那家用的买的那鲜水草好看 不错不错 这能缠住吗 试试呗 拿来这小人试试 这 你刮下没 它反而在干的时候 你这样刮下的时候 就是有那个色色的感觉 它现在水里就顺了 对啊 就是水草在水里而顺 对对对 水草就是这样的 来咱们拿点 拿点游泳游泳渐酱来 上了八条的游泳小人将模拟生活中的游泳者代替我们进行实验 游泳小人从游泳角度来说 无论是叠泳 挖泳 自由泳 所有的泳姿都是用手臂滑水来产生游泳的动力 也都是运用腿部的摆动来保持身体在水中的平衡的 同时产生前进的推力 验证者选择的游泳小人基本符合了这些特点 能够很好地代替我们进行实验 看他们把这个水草垛里边的试试 你看你看你看 胳膊长久了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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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往水草垛的地方去了 还真是不要那 这已经舌头中间 而且你看他离岸多远 要有那边有救生员也赶不过来 在玻璃缸中水草密集的地方 三位验证者反复验证 他们放入的小人几乎都被缠绕住了 这些看似柔弱的水草 在水下却成了置人于死地的凶手 但是 几位验证者发现 这些小人虽然能够在水中 模拟我们的游泳姿态和滑水方式 但是并不能模拟人的真实体重 这些柔软脆弱的水草 是否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进行挣脱呢 三位验证者来到了北京市一家游泳馆 这个游泳池的长约50米 换25米 深120厘米到200厘米 他们准备在这里 完成真人的模拟水草缠绕实验 马孝叔和木超准备实验所需的模拟水草 王楠则换上了泳装 跳入水中 熟悉一下泳池的基本状况 木超和马孝叔将脚铁做成三个宽三米 长五米的铁架 这样就有了总面积45平方米的铁架 用它来模拟水草的面积 能够代表大多数水域中水草的生长面积 马孝叔拿出之前准备的塑料绳来模拟水草 可以长一点 多长吗 至少都在一米七 一米七 以上 然后呢 就跟我样高 对 不要超过一米八吧 你看就是我这个臂展 臂展啊 大概就是一米七 你收至少 给我的臂展再长一点 对 稍微再长个半个胳膊 半个胳膊 OK 就大概这个长度 然后每一株水草上面 要有那么三四醋 那种小水草 对 就是它的叶 这场叶 为45平方米的架子 铺设模拟的水草 可是个不小的工程 木超和马孝叔 特意找来了一群帮手 帮助自己 快速完成模拟水草的铺设 工作人员现在需要做的 是在这些铁架的网眼部分 根据水草的疏密长度 水草的高度 以及外形的状态 绑上模拟的水草 通过工作人员的努力 45平方米的模拟水草 终于建造完毕了 现在是模拟水草 下水的时刻了 当他们准备安放模拟水草 时才发现 这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得多 由于人造水草面积太大 铁架变得柔软 动作过大 就会导致模拟水草的折断 因此搬动起来很费劲 需要有多人一起操作 木超指挥着大家一块行动 费了很大力气 才把第一块水草 安放在预定的位置 水草的安放工作已经完毕 此时的王楠还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情况 王楠 看我给你布置怎么样 你这要干嘛呀这是 今天是非得 海底世界 我这是高仿真的野外水域 还真挺漂亮的 还给你弄得鲜艳的颜色 也让你能够辨别 心情愉悦 你这是非得今天是 烟到我为止 可是最主要的是木超给你准备的专家 对 我这儿啊 专门给你请到咱们游泳馆的孙嘉兴师傅 你好 有了孙教练 你的安全我就放心 你可得救我 放心 孙教练是我们的安全保障 万一我要是这什么溺水了 要想把我做人工呼吸啊 你放心 咱们孙教练有多年的这种救生经议 他一定会给你做人工呼吸的 你放心吧 哎呦 这个太密了 你下意救我 这个实验对王楠来说并不简单 安放好的水草随着水波在缓慢的摇动 想要穿过这片水草密集的地带 王楠究竟会遭遇什么样的情况呢 实验马上开始 王楠的游泳速度很快 马上就游到了水草区前 他能够顺利地通过水草区吗 马孝叔和穆超紧张地观察着王楠的情况 避免出现意外的可能 王楠进入了水草区 没有几米 他就被缠住了 尽管平时游泳技术不错 现在突然面对大量水草的纠缠 王楠竟然也慌了手脚 怎么挣脱也挣脱不开 甚至越缠越多 幸好身旁有一直守护的救援人员 王楠才能被及时地救助上岸 如果这样的情况就发生在你的身边 如果遭遇险境的是你的亲人和朋友 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2014年8月23日 南京市的孙先生和几位同事去五马渡附近游览 在一处河流旁 许久没有游泳的孙先生决定下水一节暑气 没想到刚游了没多久 就被河里的水草把手脚缠住了 孙先生赶紧求救 被好心的路人救急 水草在水下任性极强 水草的根在土里 但是草莖却是可以在水中自由漂浮的 当人在四周游的时候会给水产生力 这样的力带动了水草的草莖 就会缠绕于人的身上 并且人体在水里时 会受到来自水的阻力和水草的拉力 想要挣脱水草的控制 需要耗费极大的体力 并且越挣扎被缠住的越紧 这往往就是溺水者死亡的关键原因 那么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就真的没有办法解救吗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你的身边 你知道该怎么去救援吗 生活中有哪些随处可见的东西 能够帮助我们挽救溺水者的生命呢 我在想 不是每一个溺水者 他身边都有这样的专业人士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就得靠普通人了 利用作为一切可以用的道具 作为一个临时的救援道具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垃圾桶里面 我觉得你们就能有一些 最临时的救援道具的东西 找找看 因为有点脏 但是呢 我确定他们可以做 你说这矿卷水瓶和塑料袋 这也真的可以吗 试试看就知道了 矿卷水瓶和塑料袋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当溺水事件发生时 这些物品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挽救溺水者的生命吗 为了确保实验的安全性 两位验证者来到了游泳馆 他们想知道 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这两样物品 究竟有多大的福利 是否真的能够让人 借助这个福利 漂浮于水面上呢 变成救援道具 首先呢 你要开动的脑银 任何标准的 牵引起的道具 都可以作为救援道具 然后这个时候呢 那你再配上一个T恤 来提高它的内受力 现在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 只要你把它的口朝下 它就可以作为一个漂浮物 尽管它一直在漏气 所以你现在进行在水面上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看我没有动 赵紫豪手持充满空气的塑料袋 跳入水中 塑料袋的福利 足以让它平稳地漂浮于水面上 那么 空矿泉水平 是否也能提供这么大的福利呢 两位验证者 在衣服内 包裹了五个空矿泉水平 准备进一步的测试 凭借五个空矿泉水平的福利 杨柳完全可以保持自己的口鼻 在水面以上 持续呼吸到空气 除此之外 生活中还有什么物品 能够为救援提供福利 避免溺水者身亡呢 对 那咱们平均生活中 肯定不可能在野外就能拿到空矿泉水平 有没有就是能够就地取材的 比如说我身上那些东西 也能起到救援效果的 有 什么呀 裤子 裤子 对 普通是裤子 有裤子吗 它真有 咱们试试吧 可以 我来给你演示一下裤子 怎么做的 这简单的裤子 好 首先我们把裤腿系上 裤腿系上 OK 我们抓住裤腰的位置 然后我们又打一些水花 让把这个气体拖到裤腿里边 打一些水花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两个裤环已经可以飘起来了 我们继续再沉一面气 OK 当这个布料有进了水以后 它是有一定的气密性 可以提供一定的福利 我试一试吧 可以 这个福利怎么样 你要确保它安全啊 它没问题 走 走 这有没有 好 这 帮着服裤 好 好吗 你把我推上过来 裤子受材料的限制 不能用力挤压 还要随时向里面补充空气 但是 在千军仪法的救援时刻 它依然可以增大溺水者 生存的几率 它和所有 可以作为救援辅助工具的物品一样 在生死关头 将变得至关重要 塑料袋 控悬水瓶 裤子 都能在紧要关头 为溺水者提供福利 也能让施救者 更好地解救落水人员 如果 落水人员 被水草缠住了脚腕 塑料袋 矿泉水瓶等物体 提供的福利 足以支撑救援者 帮助被困者 逃离水草的控制 成功脱险 那么 除了水草缠人 置人于死地外 在水中 还有哪些潜藏的危险呢 出现这样的危险 我们又该采取 怎样的救援方式呢 2004年8月5日 在重庆朝天门码头 两名年轻人 在游泳时突然遭遇漩涡 险些丧命 无独幼 2013年7月3日 加重南岸担子时的龙平 来到长江边游泳 由于水情复杂 他下水后 被困在江中漩涡 无力动弹 由于不同方向水流运动 或者水在前进过程中 遇到阻力 改变原有的流动方向 浴霍水底 存在某种吸力 都会导致漩涡和乱流的产生 这样 就会对水中的物体 产生一个向下 或者相反的力量 改变它们之前的运动方向 如果游泳者 在游泳时遭遇乱流 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咱们要不用这个模拟 模拟试试 能模拟出来吗 我可要的是那种水乱动的感觉 不要那种静止的水 我有办法 就要像咱们看的 那个真实的样子 行 没问题 没问题吗 没问题 母仇要使用一个 功率为200瓦的小水泵 来制造乱流效果 它在泵上 接了一个密闭的水管 在水管上 弄出一些小孔 这样 在泵的力量作用下 从管上小孔喷射出来的水 搅乱了原本静止的 玻璃缸中的水 形成漩涡与乱流 很好地模拟了真实的情况 拿小人试试吗 他真是往前走啊 他已经是你 救命啊 救命啊 加油 加油 你看他现在啊 他现在的 溜边了 对 他现在这种感觉 绝对是被这个水流所干扰了 是 你看 你看 他游泳怎么游 他也不会这么 要不你把电源关了 你看他能不能正常 我先让他看能不能正常 你看 你看他还是游得很有劲的 是啊 就是如果让他自己自由游的话 还是能够按着他自己的路线走的 是啊 那是这个 对 我们多放几个 多放一下 然后呢 再试试 再开个试试 对 你看他都是按自己的路径在走 在实验工厂的实验中 三人明显看到了 在平静的水域和有乱流的水域中 游泳的模拟小人 游泳的状态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 我们在实验工厂内做的实验 使用的是模拟的小人 虽然在泳滋和滑水方式上 与人相似 但是 在体重上 却并不符合真实的情况 被水流一冲就洒落 无法完成我们的实验 为了能够更为真实的 观察游泳者遭遇乱流的情况 三位验证者 来到了北京市一家露天的游泳场 在三位验证者中 面对乱流 王楠没有丝毫惧色 他觉得 以他的体重 能够抵挡住乱流对他的冲击力 乱流并不会对他造成危险 在实验之前 王楠决定 先熟悉一下水池的情况 为实验做好充足的准备 一会儿啊 我给你掐一下时间 OK 我看一下啊 你在用你正常的泳速啊 不用特别玩命 正常泳滋 正常泳速 一个来回50米的速度 大概是多长时间 好的 好吗 好的 准备了啊 为了测试乱流在水中 对人的影响 木超决定 先来测试一下 王楠在正常水域中 游泳50米的速度 记录时间 以便进行对比 好快啊 我觉得啊 嗯 它算这个水性比较好了 哎呀 它这树的咱们 这水 我觉得这水的浪 好像打扰不了它吧 呃 就有点水花 现在它 其实真正的流啊 水流 现在水里没有 因为这个 毕竟是一个净直水 你这个这么大块 你看 你太专业了 你得找一个自我就是了 相当不专业的人来 就好了 50米啊 46秒 47秒 哎 还行啊 还行 47秒 9次 47 9次 47秒 太忙了 没事 还可以 还可以 你自己最好成绩是多少 50米的自由泳 32秒 亡能在泳池中游得如鱼得水 颇为自由 但是 这仅仅是在静止的水域中 并不存在暗流和乱流 如果这里布满了 涌动的乱流 它还能够这样悠闲吗 木超和马晓叔 开始动手准备 制造乱流的机器 他们准备 运用五台5000瓦的大水泵 在这个游泳池里 制造出乱流的效果 木超根据水池的高度变化 给每个泵的前端 安上了这样一个 带有90度弯头的水管 便于制造出有方向的水流 这样是为了让这个水 够有指向性 制造乱流的机器 已经制作完毕 王南将泵放入水下 放入水下的泵 将通过电力产生水流 第一个泵已经安装好了 为了确保实验的安全 几位验证者 准备先进行通电测试 出人意料的是 通电后并没有产生水流 而是跳杂了 在经过了仔细的排查后 发现是泵的防漏电 保护装置启动 由于是在水下使用 所以泵的防漏电装置 自行启动 为了实验的继续进行 和实验人员的安全性 几位验证者 为水泵装上了 防漏电保护装置 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 水泵第二次下水 这一次水泵能够成功地 制造乱流吗 这只是一个 其实最中间那块 是有点爆突起来的感觉 但是你看远处 只有那个 对 你看那有波浪了 那有波浪了 一会咱们呢 就是这样让它对流 水面就会出现那种 翻滚的表现 断流的感觉了 三位验证者陆续地在相对位置 封好了五个功率为五千瓦的水泵 五个水泵同时开启 真的能够模拟乱流吗 你看 远处已经开始有这种 像浪一样的感觉了吧 对 而且你看那边好像有像 它是一直的 对像炫味的 那有种感觉 它不是直 它是斜 就是一个S型的 这样再走 为了让这五个泵 制造出更为理想的水流效果 母超对水泵的方向 进行了调整 好 可以了我觉得 你觉得可以了吗 我觉得差不多了 咱们先都打开 然后看看它的情况 好 把五个泵都打开 对 乱流已经制作完毕 通过五个五千瓦的水泵 制造出来的乱流 真的能够对王楠 造成影响吗 加油 这一次 王楠游泳的速度明显要慢 相对于没有乱流影响的 游泳速度 这一次 王楠慢了大概二十秒 我们知道 乱流会对人形成一定的阻力 小的乱流会影响游泳者 游泳的速度和位置 大的乱流 就能够使游泳者 被困在乱流中心 无法移动 最终导致溺水的发生 那么 如果这样的情况 出现在你的身边 你知道该如何救援吗 假如你的身边 没有任何的辅助工具 你又能否成功徒手救起溺水者呢 在乱流中游泳 要想快速地救出溺水者 就要保持速度和方向 这就要和乱流做走争 而这无疑是对游泳者体力的一次极大的考验 并且 如果是在没有任何辅助工具的情况下 徒手对溺水者 进行救援 施救者很有可能 也会发生危险 对此 验证者赵子豪和杨柳 决定先降低实验的难度 在平静的水域中 尝试徒手救人 观察水性极佳的赵子豪 能否成功解救溺水者 为了确保实验的安全性 赵子豪决定制作几个 一比一等重的人形道具 在水中 真实地感受一下 拖拽溺水者的情况 赵子豪制作的人形道具 骨架由硬木块组成 使用绳子将关节连接到一起 将空水瓶灌满水后 固定在木质的骨架上 来增加甲人的配重 这个甲人 很好地体现了真人的关节感 体积重量 以及在水中的浮力 我们下部的学研证呢 需要几个跟真人等重的 可以挑补起来的甲人 我们先用木桥来做它的躯干 躯干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用绳索 把关节牢牢地连接起来 之后呢 将用装满水的空泉水瓶 绑在上面作为辅重 你现在呢 要给这个甲人称个重 好重啊 看它是不是完全符合 一个真人的体重 来 你要把它背上吗 咳死我了 来 走 我 一米七 都成功了 这是一个一米七的身高 还有四十七千克的体重 那这应该算是一个标准的 而且高跳的女人的身高和体重 还得带走吧先 哎呀 好重 咱们这甲人 这些人是一米一的体重 在水底下 努力肯定特别大 你行吗 它的确是很沉 但是呢 你要想啊 到水下之后呢 它有个福利 小心 所以说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再加我水性也不错 我跟你说 很多施救者 都是以这种行李 咱们现在设定的场景啊 二十米外 三个甲人同时落水 为了保证他们存活 我只能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三个人 同时落水 两分钟 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 开始吧 来把他们放去 好 十分钟吧 咱们把这负重绑上去 我让它沉下去 因为我估计 两分钟以内 它肯定不能把三个甲人 同时都救上来 要是在真实情况下 我估计已经有一个人沉顶了 模拟溺水的甲人 已经入位 他们分别为 放置在了离出发点 二十米的位置上 杨柳在其中一个甲人的身上 增加了负重 使其沉到了水底 来模拟一个 刚刚休克 已经沉到水底的溺水者 此时 赵子豪 也已经在岸边 跃跃欲试 这一次 他将一人营救 多位溺水者 这无疑是对他的体力 一次极大的考验 他真的能够徒手一人 救起三条人命吗 为了确保实验的安全性 我们在泳池的周围 安排了多个紧急救援人员 实验将马上开始 子豪 你的救援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 假人的口鼻 是在水面以上的 这样你的救援才是有效的 好的 那让我看一下 到底会不会经济离尽吧 好了吗 我准备开始了 五 四 三 二 一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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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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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假人成功地被赵紫豪救出 假人的口鼻也完全地裸露在了水面以上的位置 中文字幕提供 第二个假人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赵紫豪的体力开始大幅度地下降 游泳的速度也开始变慢 并且假人的头部也并没有裸露在水面以上 并没有完成很好的救援行动 再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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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怎么样现在 没体力了 还差一个 我不想 不必在上洗 即便是熟食水性的赵子豪 面对两个体重一百斤的溺水者 体力消耗的速度 也比想象中的要大得多 我把你带回去 多次的尝试后 他终于成功地将沉入水底的甲人打捞上来 但是已经没有把甲人拖拽到终点的力气了 你要是坚持不住了随时事宜我 我把用圈递给你 我好难很难做的 如果不是有这个案变的话 我也现在都成功了 我会去 来试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叫人叫人 如果他是个真人的话 那这是一条人命 只要是坚持不住的 我还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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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一个 头 我要帮你 3 2 1 走 救了 就把他们再给救了 简直就要了我的命 这就是一个实验 他们是真人的话 他们就有个动作 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但我现在就体验到什么叫做力竭 精逼力竞 因为我现在完全感觉不到我像不像条腿 但后来如果没有这个 来支撑我的 我早就跟他们 一起玩完了 也知道 会游泳水性好 跟救人完全是两回事 因为 我的胳膊 腿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我再去玩家 赵子豪曾经受过专业的野外训练 体力方面已经超出许多人 并且水性也很好 即便如此 依然很难完成多次的救援任务 事实证明 人在水中的剧烈运动 会使体力剧烈流失 这还仅仅是在没有乱流的游泳池内 溺水甲人的体重 也只有五十千克左右 溺水用了六分钟 就把三个甲人基本上已经救上来了 我觉得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 六分钟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成绩 但还有可能其中的一两个人已经丧命了 你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给我 在水域平静的地方 施救已经如此困难 换到野外 只能发生更为危险的情况 赵子豪却觉得 甲人毕竟没有自主的能力 如果是真人 有一定的自主行动力 能和他一块用力 他至少会轻松很多 而且这次救援 赵子豪一次救了三个落水者 人员有点多 如果是换成只有一个人落水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 对于赵子豪的说法 杨柳表示不赞同 在平静的游泳池内救援 已经使得赵子豪体力透支 如果是换到水流湍急的河水中去 水下又布满了危机四伏的水草 并且逆水者又换成了真实的人 在种种困难的前提下 赵子豪真的能够成功解交逆水者吗 为了找到答案 两位验证者来到了 为了备于北京郊区门头沟的落泊陵水库 水中水草茂盛 水域里暗流涌动 每到夏天 这里都会有溺水事件的发生 此时正值8月份 水温已经达到了27度 这里将成为本次溺水营救的终极场所 在这片布满水草暗流的地段 赵子豪的溺水营救 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呢 为了确保实验的安全性 两位验证者找到了北京市蓝天救援队 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 为此次实验出动了两艘冲锋舟 以及多名经验丰富的救援队员 为此次实验提供了充足的安全保障工作 杨柳为所有工作人员发放了救生衣 真实场景的溺水营救活动 将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 赵子豪准备从桥堆上跳下 来营救被困于水下的人员 进行一次真实的溺水营救 这样的营救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少见 发生危险的概率也很大 水下水草茂密暗流涌动 很有可能赵子豪会和溺水者一起沉默 嘿队 待会呢不要手下留情 为了模拟真实情景 你一定要尽可能的像一个真的溺水者一样 好的 放心吧 来给我反应 好 注意安全 嘿队 今天虽然你假搬溺水者 嗯 紫豪营救你 但是如果在实验场出现任何的生命危险的时候 你放心 咱们哪怕实验中止一定要给他进行救援 我会保证他的安全 对对对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我还是挺担心他的 你放心吧 除了我还有我们专门的专业的水上安保人员 在保证我们两个人的安全 为了验证一个普通人 作为施救者 是否能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成功救出溺水者 赵子豪需要面对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 呃一号救援人员准备就位了吗 小心点 第二组救援人员准备好了吗 人太没问题了对吧 一会呢黑队要假扮我们的溺水者 而我们的子豪要去营救他 黑队准备好了吗 OK我准备好了 水下有两名安保人员来确保你的安全 如果你要觉得任何有危险情况的话 都可以向他们求助 没问题 好 注意安全 一会儿见 好 注意安全 此次实验赵子豪需要在五分钟的有限救援时间内 从六米高的桥墩上 跃入长满水草的水中 在二十七度的水温下 游过二十米的距离来到溺水者面前 对溺水者进行救援 救援经验丰富的蓝天救援队的队员 将扮演溺水者 配合赵子豪完成此次的实验 全体工作人员准备好了没有 收到请回答 溺水者准备 下学员准备 赵子豪 待会儿我做这件事情将非常的危险 我将真人实景地体验一下 在没有任何道具 没有任何帮手的前提之下 我到底能不能把一个溺水者给救上来 试试吧 接下来我做这件事情非常危险 我将真人实景地体验一下 在没有任何道具 没有任何帮手的前提之下 我到底能不能把一个溺水者给救上来 试试吧 试试吧 不试试试吧 想要纺悉 在没有任何帮手 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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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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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首先接近的时候就要跟你沟通 不要抱我 而且我不会从你的正面接近 我最好是从你的背面接近 让你没有能力抱我 然后我还要从水下接近 让你没办法抱我 因为这个时候救生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被救的人员死死的把你抱住 最后你们两人都会沉到水下 所以我一定要尽力避免被你抱住 我踩入了三个方法 然后我把你拖出水面以后 扫持你的头部 口鼻部在水面上 让你持续有呼吸 然后你就会镇静很多了 我再用反挖勇的姿势把你拖带回岸 就OK了 好吧 听见挺简单的 但这时候淘汰起来就另一回事 要么再演练一下吧 好不好 这个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学会的 就算你是游泳冠军 这是需要专业的学习和训练才可以实现的 没问题 这样我们再尝试一次 你看太阳也出来了 这样水也能更短回去了 再来一遍 这是心理作用 第一次的失败并没有打消赵子豪的积极性 经过救援人员的指导以后 赵子豪决定进行第二次的实验 这一次赵子豪能够成功救出溺水者吧 这次赵子豪能够成功救出溺水者吧 illusion 救 救 救 encouraged 救 是 Dios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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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不少电子 多不少电子 大哥 你叫我吗 我叫你啊 原来我 你这儿就把我压在嘴下 我今天喝东西喝水 哈哈哈哈 干啥的 干啥的我的朋友 叫你动才不良 我最后要解脱你 我才跑出来 这个动作 讲解它很简单 幸好还是有点难度的 太危险了 幸好有这个票 要不咱俩刚才都完了 对 幸亏我没有安保人员 太可怕了 啊 太可怕了 第二次的救援 赵子豪来到溺水者身边 单手锁住溺水者的脖子 想要将溺水者带到岸边 可是由于乱流和暗流的关系 他没有将身体躺倒水中 而是竖直地站立在水中 这直接导致了溺水者的头部 被压在了水下 并且由于乱流的流速过快 致使赵子豪开始枪水 根本无法有效地辨别方向 又一次乱了阵脚 还好 假扮的溺水者 有着丰富的救援经验 及时地挣脱了赵子豪的手臂 结束了这次危险的救援行动 在野外 我们最常遇到的两种情况 就是水草和乱流 如果你身边的人 一旦遭遇以上两种情况 一定要第一时间 寻求他人的帮助 尽快找到 可以立于溺水者漂浮的物品 暂时确保溺水者的安全后 再和他人一起进行施救